被外界稱為猛鬼大樓的 台北景星大樓 掛出巨幅布條 我也要800室容積 這敏感的數字 似乎在偷宣柯文哲的 精華城案 我們那個天花板 都會掉10塊下來 只要能夠比照精華城 800室來公辦渡庚的話 可以解決我們這邊 住餘機的問題 精華城案熱度不怕降溫 北檢四度提訓柯文哲後 27號兵分29路 搜索約談十九人 包括頂月開發前 董事長朱雅虎 時任柯文哲市長 辦公室主任李文鄒 和前主播同仲白 檢方認定朱雅虎和李文宗 貪污罪涉嫌重大 向法院深壓禁見 也約談柯文哲前隨戶 秘書 媒體研判 就是要確認隨身典禮的 小選1500 究竟是不是指 下午3點柯文哲的行程 網友傻眼納悶 原來檢方到現在事前 還是時間都沒搞清楚 難道之前是看電視 翻周刊再辦案嗎 檢方到底 這是行程還是金流 還沒有辦法掌控完全 但是之前就已經透過媒體 來帶風向 外界更質疑北檢查 柯文哲金華城案多次大搜索 時任政府市長隨乎密書 都被傳喚 反觀同一位檢察官查超市案 怎麼拖了一年才發動搜索 也只有基層被約談 查金華城告不清 你如果有建國有金流對不對 農業部跟中央市產會 拿給超市的錢 那這個金流證據這麼明顯 照理說本柯文哲 現在要壓成建人 對比柯文哲已經被關押 在北索二十幾天 超市B案沒人被羈押 甚至只有續財會執行長 和小專員等等基層被約談 你要頒五億多的錢出去 什麼要怎麼管 當農業金庫的當事 就跟中央公司拿出來 一個案子是偵查大公開 讓某些特定的媒體 在那邊到處的渲染 那另外一個超市的偵辦 怎麼辦 我們都沒有得到任何訊息 同樣一個檢察官 對於偵查不公開 標準卻差距這麼大 檢方查金華城B案 媒體上不斷出現進展 反觀百姓想了解的超市B案 什麼時候才能真相大白 記者林信仙草聽海岸採訪報導 記者林信仙草 暫時期聽文